这天天色已晚 一村妇匆匆醒来 快到门口就急气地呼喊 丽姐丽姐快开门快开门呢 很快门就开了 一娇好女子出现在门口 王婶出了什么事 哎呀你娘病重 你快回去看看吧 啊我相公还没回来 天快黑了 这顾不了了 我现在就走 这天偏偏月黑风高 行至半路 丽姐察觉到身后有一人 跟随了自己很久 不由加快脚步 那人也越跟越紧 但此处荒野 无处呼救 见前方有一乱葬岗 丽姐飞奔钻了进去 躲在一块墓碑后面 解开头发 披散在面前 呼的一下站起来 吐出舌头 瞪着眼睛 迎向那歹徒 还悠悠地说 你可算来了 歹徒惊呼 掉头就跑 丽姐见歹徒重计 也回身狂奔 恐怕歹徒再次跟随 一路不敢烧停 直到进的家门 见到母亲已经无恙 才将路上之事告知 第二天 听到窗外路人对话 诶 听说 张三家的儿子疯了 哎呀 怎么就疯了呢 说是昨天晚上 在外面遇到鬼了 那鬼一直跟着他 感谢观看